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44集 耗子的克星 妈咦 前九等人吓得撒腿就跑 也不知道黄铜的肚子里藏了多少蜘蛛 瞬间整面墙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蜘蛛 个头还都不小 大的指甲盖大小 小的黄豆大小正在快速地朝着墙壁的缝起一动 展昭估摸着 这会儿自家白耗子已经疯了 回头一看 果然就见白玉堂一脸的生无可恋 那样子像是受了不小打击 展昭拿起桌上一个笔筒对着墙壁扔了过去 笔筒扣进了墙壁里 那意思给公孙留下几只研究一下什么品种的 可随着展昭那一个笔筒扔过去 那群蜘蛛突然改变了方向飞快地涌向地面 太师一惊 要过来了 包大人一句话出口 就见白玉堂衣袖一扫 赶招拽着太师和包大人就往外跑 同时四周围寒气逼人 地面墙壁全都冻上了 冰霜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 速度惊人 远处的茶棚里 天尊端着个杯子溜达了出来 往山上看 我家玉堂石城的内力都使出来了呀 这是遇到高手了 没有理由啊 只感觉到他的内力而已呀 这是看见什么虫子吓疯了吧 虫子 也是天山太冷了 他小时候连只蚊子都没见过 于是一下山 突然发现这世上 竟然还有虫子这么可怕的东西存在 天尊端着茶杯 呼噜噜一口再一次点头 也定是看见大虫子了 瞧着那劲 哎呀 此时 两这路衙门内惊叫声四起 倒不是丫鬟吓人看到蜘蛛了 而是整座衙门冻住了一大半 这天虽然冷 也不至于突然之间到处都结冰 房子都冻裂了 玉堂疯了 展昭在外头跳脚 包大人和太师深表理解 以白玉堂平日看到一条毛虫 就要烧房子的性格 这会儿风是正常的 展昭眼看整个衙门都要被冰封住了 赶忙跑进去 冻得直哆嗦 把白玉堂拽了出来 展昭边甩脚上的冰渣 边伸手搓白玉堂的脸 虫子都冻上了 冷静 冷静啊 白玉堂深吸了两口气 才算缓过劲来 而展昭身后一众衙门官员 都张大了嘴仰着脸 傻站在原地 瞧着眼前的衙门建筑 好嘛 变成冰雕了 午夜受惊的结果是什么 此时 东黄山上山下的人 都出来观望 因为青天白日的也没刮风 也没下雪 但是东黄山被冻住了一半 从衙门开始到门口的商铺 都冻成了金银剔透的冰雕 门口的行人或者衙门里的管兽 一个两个洞的直跺脚 哆哆嗦嗦跑出来看这奇景 天尊拽着阴侯上山去 说要瞧瞧是什么虫子 把他徒弟给吓成这样 大和尚玄宁边走边打滑 哎呀 白老五这几年内力见长啊 而此时东黄山上 长孙靖等人也都感受到了 这股来自山下的不同寻常的内境 纷纷跑出来看 长孙靖看身旁的司徒月 天尊到了山下 我只看到了白玉堂和展昭 没看到天尊呢 这不是天尊的内力 应该是白玉堂的 这时 明熙师太走了出来 瞧了一眼山下 白玉堂 他小小年纪有这样的内力 毕竟是天尊亲自挑的 果然是有过人之处 还以为是天尊 长孙靖早前听女儿回来 跟他说见着了天尊和殷侯 就有些后悔 当时没亲自跑去参加九楼街牌 不然就能见到这两位武林至尊了 如果是天尊的话 你这整座东黄山都要冻上了 明熙说着 你撇嘴 再说了 你要见那路痴干嘛 不就是一个满头白发 竟会添乱的傻貌嘛 东黄门师徒众人嘴角之抽 老太太这么多年了还在记恨呢 到了衙门口 天尊突然一个喷嚏 银后和玄宁都挑着没瞧的 你还真有冻上风的时候 我发现啊 我发现啊 最近说我坏话的人越来越多 那帮小的都不怎么尊重我 你这就叫自作孽 众人跑进衙门 庞玉一个没留神 脚下一打滑 吃溜一声滑进院子里 摔了个四脚朝天 哎呀 小侯爷扒了了半天 也没站起来 包眼想去扶他一把 没想到也摔了一跤 天尊溜达进来寺外桥 祸 自从十三岁那年 我骗他那一大缸红豆是蟑螂子 立刻会付出小蟑螂之后 就没见他炸毛炸成这样了 显然那丫头还真舍得把儿子给这二祸 众人进了里边的院子 就见满地晶莹的冰晶 花草树木都冻上了 宅子晶莹剔透 异常的好看 跟一整座水晶宫似的 大宅门口一群人正在围观 太师摸着胡须仰着脸 看冰雕的飞檐点头 这个可以有 嗯 巧夺天宫 鬼斧神宫啊 这俩老头也是闲的 衙门里其他几个官员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院子里白玉堂 坐在一张冰冻住的石头凳子上 一脸杀气 展昭正在一旁摸他头 顺毛进行中 乖啊 冷静 冷静 庞玉和包炎下台阶的时候 又打了个滑 一直摔到书房门口 包大人和庞太师低头一看 俩儿子顺着地板就滑了过来 天尊和阴侯也凑了过来 就见书房里场面更加诡异 半间书房都拿冰给封住了 厚厚的冰层里 靠墙是挂着一具缠满了 珠网的倒挂尸体 而地上和大半面墙上 是密密麻麻的黑色蜘蛛 那些蜘蛛的姿势是朝着前方冲 可惜都被瞬间冻上了 冻得那个结实 鹰猴敲了敲冰面 转脸看天尊 哦 原来是蜘蛛闹的 小猴也巴着冰面盯着看 包炎也纳闷 这是谁捅了蜘蛛窝了 蜘蛛是黄通肚子里爬出来的 太师一指里头那尸体 众人看了看黄通张着的黑洞洞的嘴 都忍不住一抖 难怪白玉堂要疯 门外一阵响动 众人转脸看 就见玄宁带着那群小和尚都摔了进来 几个小和尚滑得满地滚 大人 这 这如何是好啊 包大人让王朝马汉通知公孙他们来验尸 此时 门口又进来了几个人 是东黄门的人 走在前边的是花一辰 进门跟前九打了个招呼 前大人 我师父让我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前九点头 回头看太师和包拯 花一辰觉得有些古怪 往书房里看了一眼 忍不住皱眉 他看到了黄通诡异的尸体 远处正给白玉堂顺毛的展昭 注意着花一辰的表情 花一辰见到黄通的尸体显然很吃惊 也有些疑惑 不过反应倒也并不是太大 如果他事先不知道黄通失踪 就这么看到尸体应该很震惊才对 可前九提起过 衙门让东黄门帮忙找过黄通 因此他可能是知道 这种反应倒是也没什么不妥 展昭正观察 就感觉白玉堂动了 于是低头看 五爷抬起头 看了看展昭还放在自己头上 跟平时拍小五或者夭夭姿势 差不多的手 展昭眨了眨眼 笑嘻嘻把手收回去 白玉堂又瞧了瞧 眼前这座水晶宫 伸手摸了摸下巴 似乎是略尴尬 反应貌似大了点 转过脸 就看到远处天尊捂着嘴正在嘲笑他 白玉堂望天 天尊闪过来 凑近看自家徒弟的脸 随后摇头拍他肩膀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憋着 害怕就叫嘛 便说 天尊边欠揍地学着小四子 平日受惊时捧住脸的样子喊 哎呀 虫子好可怕呀 白玉堂磨牙 就想拍天尊一连雪 一旁展昭倒是摸着下巴想象了一下 白玉堂如果真的被吓得叫起来 没准也挺好玩 于是 展昭开始不受控制地想 什么情况下白玉堂会比现在反应更大 比如说天上下虫雨什么的 展昭正想呢 就感觉有人揪了一下自己耳朵 展昭伸手揉了揉描白玉堂 想什么呢 一脸坏笑 展昭搔搔头 扬起脸看了看天 觉得 还是别下虫雨了吧 万一把耗子吓跑了就不好了 花一辰看着还使劲嘲笑白玉堂的天尊 有些惊讶 他原本以为能教出白玉堂这种性格 天尊指不定多严肃呢 而且外表看起来也的确仙气逼人 没想到是这种性格 展昭本来想问问花一辰知不知道些什么 就算问不出来探探口风也好 只不过花一辰溜得更快 对众人拱了拱手 说了句不打扰众位查案 就跑了 嘿 跑得挺快 白玉堂看一旁 其实他也想跑来着 展昭瞧着白玉堂的样子 嘴角都翘成猫唇了 这一号 天不怕地不怕 怎么就会这么怕虫子呢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这一号 都差劲了 侯 充